巴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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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 巴巴拉我真想给它寄刀片 Bunt 我想赞叹一下 这件衣服我们拿二穿太帅了 然后我要送上全剧里我最喜欢的一个画面 结束后我才好给大家理一理 那些你们可能没上心没在意的事情呢 一部电视哪怕只有十集 从筹备到拍摄都非常不易 收集一些边角料 说说你不知道的事 爱的迫降 这些有意思的事情 客戳了的明星 你们知道吗 郑静汉 郑少女誓言的前男友是顶级明星 剧中Insley的图片 是郑少女自己和狗狗的合照 只不过名字和文字有所改编哦 朴承熊 朴承熊作为北韩出租车司机出演 不仅演唱了流行歌曲 还展现了快乐的魅力 不愧是老戏骨 为该剧注入了活力 何熙成 何熙成饰演郑贺的哥哥第五贺 他是北韩军中成长 为了梦想成为音乐家的弟弟 他义不容辞地选择入伍 展现了对弟弟特别的兄弟情 哥哥的手表也成为了不暗的关键呢 金书 和丹妈是好朋友的金书 金秀贤 穿着绿色运动服的冬酒 我的天 这不是隐秘而伟大吗 把自己在韩国的经验分享给新F5了 十分和睦呀 金秀贤退伍后倒是乐于客串 吹致友 我们可爱的丹墨终于见到自己的偶像 当天国的阶梯 背景音乐一响起来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款香 这款全像与同款红帽子 出现的时候 真笑到不能自已 季生俊和丹妈吃饭时 点上蜡烛 说每张餐桌都少不了烛火 这正是秘密花园里 旋斌说过台词呼应 我们旋斌玩游戏的时候 背景音乐是阿尔汗布拉宫的回忆 参观大小姐的家 浴室 衣马间 透露出金钱的味道 参观李正鹤的温馨小屋 在我们局长家里 一眼就看到了那架钢琴 北韩市场长啥样 吉他小酒酒 引势力大小姐的爱车 势力家各个房间 都有这两只人偶 这是位于中南市的那片芦苇海 你读懂了吗 我爱你 李正鹤 小番茄被照顾得很好呀 在十一集里 施力在赫的手机上 存自己的手机号码 010 是韩国国际区号 李正鹤的生日是 1988年2月14日 中国籍名字 李正鹤 北韩的77 等于1988年 结束大合照 美好的很 撒花啦 最后的最后 送上幕后 目前的高清大徒 不要客气 请收下 以资本主义笔薪结束